想必此时此刻在节目首播或者重播的时候 你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了 在手机上都收到这个消息了 因为民航局通知国内的航师 暂停运营所有的波音旗软机MAX的客机 因为MAX有两种 一种是MAX8,MAX9 像手机新型号 这是刚刚推出的 关键问题在连续四个半月的时间里面 同样的一款客机 新的客机出现了两种事故 到底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波音 波音公司它自己的说法 那它当然完全是公关 充满了公关色彩 我们对人员的伤亡表示悲痛 我们会进行调查 再看看四个半月之前 这字比较小 显得毫无诚意 这个字的小 一如它的表态的小一样 毫无诚意 四个半月之前 差不多同样的表述 只不过稍微长一点 四个半月之后 字稍微大一点 与这个句子更少一点 这诚意更加不足 好了 我们第三只眼睛来看看 看看欧洲媒体是如何解构的 现在当然在一个事情 真正的原因还没出现这些 我们不倾向于下过早的结论 对不对 这是我们作为任何一个专业 严肃的新闻工作者 应该有的态度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人为的 有可能是恶意的 有可能是恐怖袭击 有可能是机事的操作 有可能是机事的心理问题 比如说前几年德国的这个 Jerman Airline 它就出现过一个副驾驶 心理问题 然后呱地去撞到山上去 但这次好像似乎 到目前为止 这个诸事马迹都指向波音飞机的设计 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们先看看法兰克福汇报 它有个报道 它的标题就是说 Is denoy Boeing 73G MAX 8 failure haft 是不是有问题 里面的是不是有点问题 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去年 这个市场公司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到目前为止 结果还没有水落输出 关键问题 他说 对波音公司的这个信息政策 会有很大的意见 一定要采取批评的态度 因为到目前为止 它都没有一个真正 去年这个事故出了以后 到现在为止报告也没出来 而且它的改进措施 也没有完全出来 所以世界报 另外一个世界报的报道说 它说 这一次的 这次的最继事故 bringt Boeing in a clearance note 要让它陷入一个 要解释的一个困境 解释的困境是什么呢 你到底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按照现在华尔街日报 等等 欧洲的各种媒体的报道说 它说这里面是有一种 加了一种新的设施 新的设施是什么呢 我怕我忘记了 它的英文是这样说的 它叫automated store prevention system 就它那个机头 它自动的 它会往下走的 它就怕那个机师或者副机师 一不小心把机头拉得过高 所以飞着飞着 它机头会往下走 一往下走 就拉不起来了 是一种防止 把机头拉得过高 最急的事故 但是关键问题 这里面呢 第一 你要告诉机师 你要告诉机师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设计 第二 你告诉机师 万一机头自己往下冲的时候 你起不来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这两个 我这个要求高吗 不高吧 我说的这个话有毛病吗 没毛病吧 所以下面到了我个人点评的部分 我认为波音公司欠全世界一个交代 我认为波音公司欠全世界 谢谢大家